四季年轻人们都喜欢上四季的 因为数据实在太乖了 不受制于有限的限制 无限这一块 相当于你走到哪里 它就可以跟到哪里 像影子一样 我在造建 08年进一栋公司的 首先从事是基站设备维护 从事了五年多了 现在是转做基站图建管理 主要是负责基站的机房建设 今年总的大概有160多个 都是计划在今年年底把它做完 所以说压力比较大 不单单是要解决原来两极信号 那个弱覆盖问题 还要提升四季网络 也是要求达到80%的行程村 都有四季信号 偏僻地山区的话 那个100%解决两极信号问题 所有村庄 不管是炉河偏 只要有店 有人 有村 都是要求信号覆盖的 都是要求信号覆盖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